除夕火车票明天开抢 春运火车票进入销售最高峰 40天预计发送旅客30亿人次 2020年春运有哪些新特点 快手成2020春晚独家互动合作伙伴 除夕将发10亿红包 偏降牛奶盒 伤者被鉴定为十级伤残 高空抛物已入行 最高可判死刑 悉尼商场促销放牛蒋气球 顾客疯抢因踩踏事故 12人受伤 20点33分北京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 晚上好 我是马虎涛 大家晚上好 我是谢云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经济新续联播 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该要过年了 我们来了解一下 明年春节放假的安排 2020年的春节期间 1月24号也就是星期五 那天是除夕了 一直到30号星期四 也是初六 那就是放假调休 一共7天的时间 1月19号也就是星期天 2月1号和星期六 这两天是要正常上班 另外在2020年春节期间 全国高速公路将会继续对 7座及7座以下的小客车 实行免费通行政策 那么这个免费通行的时间 是为2020年的1月24号0点 到1月30号的24点 免收通行费的时间 是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的 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 这春节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 回家的车票您买好了吗 最近两天 2020年的春运火车票 是进入了的销售最高峰的时段了 数据显示仅仅在12月23号这一天 全国铁路就售出车票1552.3万张 这是进入春运火车票发售以来 售出车票最多的一天 这两天售票高峰也会持续 根据火车票预售期30天来计算的话 今天也就是25号 可以购买腊月29 也就是1月23的火车票 明天26号可以购买除夕当天 也就是1月24号的火车票 闹钟请定好 除夕的火车票即将开抢了 今天起呢 全国铁路开始在12306网站 发售腊月29的火车票 虽然一些旅客并没有及时 抢到自己最理想的火车票 但像中转和后补等这样的方式 成为了他们的选择 怕明天9点以后可以买 直接给网上了 我想买1月20号的 现在已经没有 我准备找一个终点来换乘吧 换乘的票有 我家傻气的 网上买也抢不着票 没有换地方 如果到127到西安也是 记者在今年国家发改委等部门 联合召开的春运工作会上获悉 自本月12号春运售票启动以来 全国铁路已累计发售车票 1.75亿张 每天的发售量都在1000万张以上 其中本月23号 24号两天 车票发售票均在1500万张以上 超过了目前12306网站的 单日售票能力 然而在售票高峰期 12306网站曾出现加载失败 无法支付的情况 针对该情况 铁路部门正在着手 对12306网站售票系统 进行优化和扩容 我们对售票系统进行了优化和扩容 计划从去年的日售票的能力 1500亿万的售票能力 扩大到近年2000亿万 其次我们还扩大了 后部购票的应用范围 后部购票主要是扩大到 所有的旅客列车 网络售票时间从每天的23点 延长到23点30分 这些都其他方面的旅客的购票 现在抢票大战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 与此同时全国的春运 将于明年的1月10号启动 那么在40天的春运里面 有多少人会加入到流动大军 这个春运又有什么新的特点 我们一起来了解 2020年30亿人次的春运总量中 道路客运24.3亿人次 同比下降1.2% 铁路4.4亿人次 同比增长8% 民航7900万人次 同比增长8.4% 水运4500万人次 同比增长9.6% 高铁 民航 私家车等出行方式 在春运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2020年春运客流特点是 假日特征日趋明显 务工人员 学生 判清客流仍是主体 但旅游人数大幅增加 预计海南三亚春运期间 迁入人数与本地常住人口比例 位居全国前列 城市群内部迁移特征 日益明显 大数据统计显示 2019年春运期间 旅客平均出行距离 为394.4公里 500公里以内 出行人数占比达到78.9% 此外 2020年春运 将会更加鼓励返向春运 为此还推行了 回空方向列车票价优惠的措施 所谓的回空列车呢 就是指去城一般满载 回城却空空如也的列车 那么这是由春运大部分客流 节前节后单向流动所造成的 那么在2020年春运呢 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大家出行的方式 会更加多元化 自驾出行持续增长 从而这个公路保障 也是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农村地区交通安全的 隐患比较突出 为此呢 公安部今天也是召开了 2020年全国春运电视电话会议 要求全国的公安机关 全力保障春运交通安全 现在呢 我们在网上买火车票 已经非常方便了 不过遇到车票紧张的时候 还是需要抢 于是呢 有一些不法分子就通过 使用非法抢票软件 来代表车 代买的车票 然后再加价售出 谋取非法的利益 就在前不久呢 上海铁路警方 根据掌握的线索 捣毁了一处 非法抢票倒卖的窝点 12月10号 上海铁路警方得到线索 有不法分子通过违法软件 进行恶意抢票 然后加价倒卖 经过侦查 14号 警方在江苏苏州某店铺内 将犯罪嫌疑人 尤某和王某抓获 查获囤积的火车票 30余张 票面价值 14000余元 据了解 犯罪嫌疑人尤某 自2018年 从网上购买 恶意抢票软件后 便从事抢票倒卖活动 今年10月 他又找王某来帮忙 两人通过在网络上发布 帮人抢票的信息招揽生意 对于有购票需求的人 得到对方身份信息后 便使用非法软件抢票 随后再加价将票卖出 并收取一定的手续费 价格一张就是40 60 80不等 这个是如何区分的 区分看你去的地方 然后拿票的难以程度 还有座位区分 查获了该窝点 从19年9月之间的订票单据 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内 两人供高价倒卖火车票 1500余张 涉案票款 321743.5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游某 因涉嫌倒卖车票罪 被上海铁路警方 依法刑事拘留 而犯罪嫌疑人王某 则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仍在进一步审理中 近日在湖北襄阳 一名男子盗用他人身份信息 购票囤积 被襄阳警方抓获 来看报道 襄阳铁路公安处民警 通过调查摸牌 在襄阳火车站附近 抓获一名涉嫌盗用 他人身份证囤积火车票的男子 从其私家车内 查获大量的他人身份证复印件 这一共有多少张 贵州的附近 你都不认识啥这些 这都是你用这个复印的身份证 这个复印件购买火车票用的吗 对 经查 这名男子利用非法获取的他人身份证 复印件 使用从互联网平台内 抢到的火车票优惠券 购买火车票进行囤积 然后在收取退票费用之前 将购买的火车票原价退掉 从中变现优惠券金额 非法获利 从今年11月份以来 他盗用居民身份证信息 囤积火车票136张 票面价值7万多元 他的这一行为 导致了其他旅客无法正常购票 目前 这名男子因涉嫌盗用身份证件案 已被襄阳铁路警方刑事拘留 好的 欢迎您继续收看 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是刚刚发布的数据 今年的前11个月 境外机构投资者 在银行间债券市场 合计净买入债券 9702亿元 在7月份和9月份 单月净买入 都是超过了1000亿元 那么新进入中国银行间 债市的境外机构 投资者是达到1331家 中国金融市场系列开放举措 让外资进入中国债市 更加的便利 那么加上利差和人民币汇率 趋稳等等因素 预计明年境外机构投资者 将会保持竞增持的态势 作为中国新的代表之一 龙新昨天发布了 我国自主研发的 新一代通用处理器 也就是CPU了 在提高性能的同时 还实现了自主可控 和安全可靠的统一 新一代通用处理器 3A4000 3B4000 使用28纳米工艺 通过设计优化 性能达到上一代产品的 两倍以上 自主可控 就是所有的模块 所有的原代码 都自己编写 都自己设计 安全可靠 就是在芯片里边 集成了很多安全机制 我们传统的做法 是在主板上做的 现在CPU里边 从中科院计算所 浮化而来的龙芯 目前在党镇办公 航天 金融 能源等领域 有着较为广泛的应用 2019年出货量 达到50万颗以上 发布会上 联想 中科曙光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等 也发布了基于龙芯 新一代通用处理器的 服务器 网络安全设备 工业控制计算机等产品 我们国产芯片的 这个快速的突破 带动了我们整个产业的 快速的发展 说明了我们国家 整个信息产业的基础 夯得越来越实力 今天下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正式宣布快手成为 2020年春节联欢晚会的 独家互动合作伙伴 那么这也是继BAT 也就是百度 阿里腾讯之后 又一家拿到了 春晚红包项目的 互联网企业 那么在明年春节的 晚会上 快手将会准备 10亿元的红包大礼 通过央视大屏 和快手小屏的互动方式 共庆新春假节 春晚抢红包 已逐渐成为国人新风俗 鼠年快手春晚红包 互动主题为 点赞中国年 将采用全新的视频 互动玩法 集足抢红包新姿势 力求为大众 带来独特的交互体验 和情感连接 快手方面宣布 将在除夕当晚 发放10亿元现金红包 创历史新高 快手也一直是 以互动交流陪伴 作为我们的社区的主旋律 我想快手和春晚在一起 能够让全球的华人 有更新的方式 能够利用视频直播 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 对祖国的热爱 对生活的热爱 我们把红包的这个活动玩法 设计得非常的简单 基本上看视频就能领红包 点赞就能领红包 非常的有互动性 鼠年春晚的红包互动 将不同于往年的图文形式 快手将带来 视频加点赞的全新玩法 在整个交互过程中 快手会设置更有趣 好玩和多元的内容 让用户在交互的同时 有更好的情感交互体验 高空抛物现象 曾被称作是 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既不文明 还带来很大的社会危害 那么在今年的年初 海南穷中年过六旬的 于女士 她是被一盒 从21楼扔下的牛奶 砸到头部致残 但是因为赔偿 和对方产生了矛盾 诉讼至法院 近日海南省穷中县人民法院 审结了此案 一起了解一下 今年1月22号上午 住在海南省穷中县的于女士 在小区广场上 被一盒从天而降的牛奶 砸到头部 正好砸到这个头顶 我就晕了 别人如果扶到眼上坐下来 从头一直到后背 全是牛奶 还有地鞋 都牛奶 于女士说 她清醒一些以后 发现头顶有淤肿 就在大家寻找 牛奶出处的时候 又一盒牛奶 从楼上被扔了下来 随后小区物业工作人员 和保安 以及派出所民警赶到 询问得知 牛奶是被一名 9岁男童扔出的 当天下午 男童监护人和于女士 一起到附近医院 做了检查 并承担了相应费用 医院诊断 于女士为头部外伤 颈椎有滑脱现象 当时于女士感觉 没有大碍 就回家休息了 随后还外出旅游多天 可回来后 她就感觉病症严重了 但当于女士 再次找到对方协商时 双方产生了分歧 当地派出所和司法所 多次调解无效 这之后 于女士又到海南省 人民医院检查 医院诊断为 颈椎不稳 脊髓型颈椎病 于女士开始药物治疗 并带着警套生活 三月底 穷中县人民法院立案后 相关机构鉴定 于女士为实级伤残 出现的病症 与被牛奶盒杂重有关 最终 法院判决 男同监护人 赔偿于女士 各项费用 共计七万五千多元 目前赔偿金 已经给付到位 在此提醒高层住宅的住户 提高自我管理意识的同时 也应尽到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义务 近年来高空抛物伤人的事件 是频频发生 为了制止这种情况 今年的十月份 最高人民法院 印发了关于 依法妥善审理 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 那么这个意见就指出 对于故意高空抛物的 要根据具体情形 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 或者是故意伤害罪 或者是故意杀人罪论处 而且特定情形 要从众处罚 最高可判死刑 近日湖南酒鬼酒 被爆出了质量问题 经销商十壘封存 五万余瓶 疑似被添加甜蜜素的 54度500毫升的老酒鬼酒 写多份的检测报告 实名举报 甜蜜素是一种 非营养型合成甜味剂 按照我国食品添加剂的 使用标准 白酒不得使用甜蜜素 事情爆出之后 酒鬼酒的股价跌幅 已经超过了10% 湖南省市场监管局 于昨天下午 对相关的产品 展开了抽查行动 相关的抽查结果 预计将于近日 向社会公布 这次的甜蜜素事件 虽然还没有定论 但是不仅让人联想起了 2012年多家品牌白酒 被查出 添加了致癌物质 塑化剂的情形 仅仅一个白酒 就履现出食品的安全问题 临近年关了 我们在饮食上 是不是应该更加留意一些呢 相关的话题 马上来连线 在上海的财经频道 特约观察员许舒泽 舒泽你好 分享一下你的观察吧 英英好 大家好 如果我们把人的身体 比成一台汽车 那么饮食就是这车的燃料 现在发现燃料 连有有害物质 导致车子老是熄火 前有什么塑化剂 苏丹红 现在又蹦出来甜蜜素 怎么去降低这个风险 跟风险打交道的人 最多的是谁呢 是投资经理 他们最了解风险是什么 他们用一个什么样的工具 来降低风险呢 叫做下谱比率 今天我们把它分享给大家 帮你降低风险 你千万别被名字吓住了 其实它表达的意思很简单 就是获得收益的同时 同样的收益 你尽可能地去降低风险 投资经理的做法是怎么做呢 他们说 你也听过 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 但是重点是 篮子不能太多 因为篮子多了 你看不住 导致你的收益降低了 那就不划算了 但是你要注意 如果应用到吃饭和饮食 这件事情它不一样 因为食物 不同的食材之间 它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它不像投资当中 某一个东西 某一家公司有超额收益 食物是没有的 我们从食物中得到的好处 就是能量 就是热量 数学的表达 就是那个叫卡路里的东西 所以这里面 有一个关键的诀窍 从食物的角度 极大化地进行分散 多元化的配置 可以帮你把一切的风险降低 都不去降低你的收益 这一点非常非常地重要 美国的科研 有一个最新的研究发现 现代这个致癌率高发 它和人的生活方式 尤其是饮食关系非常的大 他们发现 这个亚太地区的饮食 比欧美的 致癌率要低很多 为什么会这样 你发现欧美的食物 它们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食材特别地集中 那个品类特别地少 吃来吃去 就是什么薯片 什么土豆 什么汉堡包 加上可乐 什么啤酒 就这点东西 但是你发现 亚太的饮食 尤其是中国 我们的品类 是极大的分散的 在好处差不多的情况下 我们做了极为多元化的 配置跟分散 就把你潜在的风险 给极大降低了 所以给大家的一个策略 和建议是什么 你这一桌子的饮食 上面的颜色要足够多 品类足够多 菜单经常换 不要盯着一个东西 什么都吃 但是什么都不多吃 这样可以帮助 你在不降低收益的情况下 最大化的分散风险 我们给大家的第二个策略 叫做盯紧大品牌 这个大牌不是说的 那些高价的 奢侈的贵的大牌 而是什么呢 而是一个品类当中 人人都能叫得出 名字的那个大牌 人人都叫得出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 大家社会都在监督它 品牌的本质 它的一个机制 叫做社会监督 大家都能叫得出你 无数双的眼睛都盯着你 那么你造假 你作恶 或者说你出现质量问题 你的成本 它就会非常的高 品牌来自于我们生活中 不断地重复地见到它 然后建立了这样的一种信任 最后它给你一个高质量的回报 所以大家有时候说 你也有些有牌子的东西也出问题 但是更可怕的是 有些没牌子的东西 出了问题 你都不知道怎么出的 你找它人 你最后根本都找不着 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讲 出了事情虽然很可怕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企业是不是能够 及时地去进行处理 去重建消费者 对于品牌的信任 因为品牌是企业最重要的资产 而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 盯住它也是一个降低风险的好办法 那今天我们的这些思路分享给大家 希望能有帮助 盈盈 好 谢谢数字的分享 谢谢 今天谢谢联播 正在为您直播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新闻 11月21号的晚上 广西南宁市凉庆区先锋街的东三里 发生了惊险一幕 一段的路面突然间塌陷 四名的行人先后追陆到了坑里 路边的监控摄像头 记录下了事发的全过程 监控显示 12月21号晚上7点18分左右 先锋街东三里一号旁的一段路面突然塌陷 一名身穿黑色上衣的男子恰好经过 坠入了坑中 所幸塌陷的大坑直到男子胸口 该男子很快自行爬了出来 而正当他整理衣物时 有三名男子路过事发区域旁 似乎正在打量发生了什么事 没想到就在此时意外再次发生了 只见三名男子靠近的瞬间 路面上的大坑发生了二次塌陷 在两栋自建房中间 形成了一个长三米 宽一米 深一米左右的大坑 此前坠坑的男子 连同后来的这三人 以及一辆停在路边的电单车 一起掉进了塌陷区域 这动静把附近的人吓了一大跳 好像又掉了一次下去 然后我同事的车也掉了下去 所幸塌陷区域不是很深 四名坠坑男子互相搀扶着爬了出来 身体并无大碍 但这一次又一次的塌陷 也让周围居民 尤其是大坑两侧自建房的房主 十分担忧 担心这里那个水冲完了 我这个泥巴都走完了 我的长脚就是孤零零在这里 很危险 到那时候房子不是倒塌了吗 23号上午 记者在塌陷位置看到 大坑周围的路面已经基本露空 靠近还能听到哗哗的水流声 据介绍 塌陷位置附近分别有污水管和市政供水管 为了防止意外在此发生 南宁市供水及市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到达现场 进行检查和施工 据初步检查 污水管和市政供水管均有渗漏现象 由于路面塌陷的原因和责任还不好判定 目前相关部门决定先修复破损的路面 杜绝安全隐患 其实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 安家置业是一件大事 辛辛苦苦地买了房了 盼星星 盼月亮 可是等到了开发商交房之后 领到了钥匙 还得要拿到房本 还是得再等 如果要遇上孩子上学 着急落户的 那就更着急了 近日杭州市正式实施了商品房 交房及交证 为买房者提供了方便 23号上午 杭州市民楼先生在拿到新房钥匙的同时 领到了房屋不动产权证 成为了当地第一个享受这项服务的人 据了解 今后无论是全款付清还是按揭购房 只要开发商提前向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申请 购房者结清税款 备其材料 就能享受交房及交证的服务 不过虽然办证时间提前了 但办证的相关手续和资料的准备 不动产登记的审核环节 并没有省略 而是钳制了 需要提前准备 在杭州平海大厦的不动产登记办事窗口 杭州市民胡女士正在咨询 她购买的商品房 预计明年5月交付 为了申请交房及交证 她打算现在就缴纳汽水 就提前都准备好 然后那天就可以直接拿凳 对吧 那就可以少跑很多趟 对 那还是挺方便的 交房到拿证一般都要三个月以后 然后现在如果缩短到当天能拿 可能有一些业主能够 及时办理跟房产有关的业务 有些人在外地的 如果能够缩短到 它一次能够解决掉 那可能后面就不用跑了这么多了 不少相关专家认为 该项业务要真正推广 还需要开发商和不动产登记中心 做好各项业务的衔接 与此同时对于开发商的信誉和品质 也是一次考验 此前有楼盘曝光 土地大政有问题 那么交付后 业主就无法如期办理不动产政 而在精装修交付的背景下 一些楼盘在交房时陷入了质量风波 有业主甚至因此拒绝收房 那么交房及交正的服务也就无从谈起 接下来再来关注茶干湖东部 从24号开始 东部进入到了大盐网捕牢阶段 那么这也是高产量捕鱼的关键时期 那么说到这个茶干湖每年东部 除了捕鱼的热闹场面之外 红网这个词出品率也是特别高 那么什么是红网 为什么大家对红网那么期待呢 来看报道 红网通俗地说就是产量高的网 在1992年以前产量在一两万以上 便可称之为红网 随着茶干湖水面开发之后 鱼的密度和数量加大 现在产量达到十万斤以上 才能称之为红网 红网所说这个红 寓意就是红运当头 那么有一种丰收喜庆 吉祥获得的这么一种寓意 鱼把头是东部作业的领头人 也是冰上的灵魂人物 能出红网全凭鱼把头多年的经验 打几天或者是打一段的时候 就确定说这个地方 应该是差不多就有红网了 而且是凭经验是多年 是多年在这个地方 基本上都在这个地方出鱼 2009年1月3号 茶干湖东部以33.6万斤的出鱼量 创下了新的冰下捕捞 单网量最高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而到了2018年 茶干湖东部单网捕鱼数量 再创新高达到了52万斤 那一趟网它的单网子产量 在52万斤以上 光捞鱼就捞了三天两夜 那么今年的单网捕鱼数量 能否再创新高 让我们拭目以待 春节前花卉市场的年味越来越足了 云南昆明的斗南花卉市场 迎来了年销花的销售旺季 大家喜欢的节庆切花和盆花的价格 有小幅的上涨 北美东青 蝴蝶兰 大花卉兰 依然是年销花的主打产品 一大早 斗南花市里前来买花的人 络绎不绝 大花卉兰 蝴蝶兰 红掌 银柳等 年销花 争其斗艳 鲜花商户 刘先生介绍 蝴蝶兰因为种在大棚里面 受霜冻天气影响不大 目前价格也比较平稳 每株维持在30至120元不等 预计元旦以后 蝴蝶兰将迎来销售旺季 价格将会有小幅度上涨 大花卉兰也是最受欢迎的年销花之一 据商户介绍 C级的大花卉兰 每盆价格基本维持在45元至65元不等 A级货和C级货之间的价格差异 主要跟每盆花的花枝数量 花苞多少 以及花龄有关 等级越高 价格越贵 植物状态也越好 冬季鲜切花的主打产品 还有银柳 目前价格根据花枝长短 保持在每树5元至10元之间 红韵当头的价格 基本维持在每盆20元至50元 专业人士介绍 按以往经验 离农历春节越近 高等级的年销花 价格会越高 香肠腊肉是重庆最地道的一道年货 更是逢年过节餐桌上必备的一道硬菜 那么又到岁末年尾 大家制作香肠腊肉的时节 然后就是这样的一种传统习俗 却会对空气造成污染 那么为了减轻污染 近年来重庆市主城区 已经是全面地禁止 个人熏制香肠腊肉 改为集中的无烟熏制 那么今年熏制的年味如何呢 一起来看一下 感觉天气不错 家住重庆市宇北区 龙溪街道的彭大姐 一大早就把灌好的香肠 带到家附近的熏制便民服务点 追寻记忆中的年味 是不少居民制作香肠腊肉的动力 那我所在的这个熏制点呢 可以看到有两台机器 这一台呢就是熏制香肠腊肉专用的机器 而另外一台呢就是净化机 那香肠腊肉熏制过后的油烟 经过这个净化之后呢 就几乎是没有什么有污染的东西排出 经营者给我们介绍呢 这个熏制机一次经过三到五个小时 是可以熏制400斤左右的香肠腊肉 据了解目前重庆市主城所有街道 均已开设无烟熏制便民服务点 加工价格基本都在两元钱一斤 即日起到1月20号前后 为大家提供年味服务 不但方便也很实惠 现在呢几乎人人都会使用 微信中的语音功能了 从短短的一句语音当中啊 我们就算没有见过对方 也可以初步了解对方的性别 年龄情绪等等很多的信息 但是在网络时代 语音聊天极有可能会坠入 耳听为虚的窘境 轻呢则是玩笑一场 重则有可能让您钱财受损 李先生一个人来到宁波打工 平时经常登陆交友软件寻找朋友 有一次李先生登陆某交友APP时发现 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网友 就在他身边不远的地方 就是本人长得那种漂亮的 但是他给我介绍了 他说他在这个软件上直播 然后我就去看了嘛 然后他这个直播的本人 跟上面的照片是一样的 对方介绍说 他是宁波的一位网络主播 两人互加了微信 聊了一段时间 对方还给李先生发了一段语音 是个女生的声音 我先去洗澡了 但是他声音嘛 听起来也比较好听的那种 一听了之后感觉 应该是本人吧 他是这样想的 无论是声音还是相貌 李先生对对方都非常满意 对方提出急需用钱 李先生头脑一热 就给对方汇了款 然而汇过款以后 对方就把他拉黑了 宁波警方根据线索 很快就抓获了犯罪嫌疑人邓某 是个男的 但是我比较震惊 然后就是感觉自己 可能有点还是太年轻了 警方发现犯罪嫌疑人 是通过两种方式 来模拟异性的声音 一种是变声器 另外一种是网络应用软件 然而让警方意想不到的是 语音包软件的逼真程度 甚至比变声器还要更高 这是我们在犯罪嫌疑人家中 查获的那个变声器 今晚晚饭吃了吧 今晚吃到晚饭了吧 在做什么呢 这是女生 记者发现 这种用变声器 来模拟女生的办法 仔细听来并不逼真 警方分析认为 犯罪嫌疑人也正是因此 放弃了变声器 而转而使用手机应用软件 来造假 这是犯罪嫌疑人 使用的那个狠皮语音包 这个软件的话 可以通过搜索关键字 搜索到类似的网友 发送在这个软件上面的 一些语音 我这边是以你好为例的 它会搜出包含你好 这个语音包和类似的语音 点进去之后 教授儿你有空吗 行人可以通过这个软件 发送到微信和QQ上 有人提供虚假声音 有人则提供虚假小视频 前不久报道过的 宁波古董拍卖诈骗案中 犯罪嫌疑人就把这样 大量现金照片 放在朋友圈里 诱惑受害人上当 他们的钱 在朋友圈里面会发到 就是一打一打地放在那里 就是让你误格是 它的成交了 那么你看到它的状况的时候 你会心动 记者调查发现在 某营销工作室的网站上 有许多晒现金的小视频 卖家还表示 可以对买家选择的视频 进行音频合成 也就是用店铺提供的视频内容 和买家录制的声音 进行合成 制造出有买家声音的炫富视频 发到朋友圈里 这些工具大行其道 使得一些企业 一些个人的造假成本 非常的低 对诚信原则的逐步的背离 对我们国家正在构建的 社会性体系建设 形成了冲击 这语音包的软件 往往被包装成为娱乐工具 但是实际上 近期发生的多起案例显示 语音包的使用 已经远远突破了 其真正的使用界限 变成了不法分子 违法犯罪的伪装工具 不让语音包沦为违法工具 就必须给语音包的商家 扎紧法律的笼子 在追究违法者责任的同时 也要对于不良商家 制作和兜售语音包的行为 加强监管严肃的追究 悉尼商场促销 放有奖气球 顾客封墙因踩踏事故 12人受伤 印度洋葱减产价格飙升 民众直言吃不起 盗窃事件频发 洋葱危机蔓延至南亚多国 当地时间24号清晨 悉尼郊区西田购物中心的 促销活动发生了踩踏事故 导致了12人受伤 那么其中5人是紧急送医 根据路透社公布的视频显示 当时有很多人上前 争抢装有礼品卡的气球 有人摔倒引发了踩踏 西田购物中心的发言人表示说 事后已经迅速地采取行动 对顾客提供援助 目前仍在继续调查 这起事故的相关的情况 另外元旦临近韩国各地都在举行 放飞气球祈愿活动 那么韩国媒体说 这是韩国迎新的传统项目 然而承载着人类美好祝愿的气球 却可能会成为野生动物的杀手 올해 첫날 해맞이 행사에서 새해 소망을 담아서 풍선을 날리던 모습입니다 풍선 날리기 행사는 올해 언론에 보도가 된 것만 해도 123건 사용된 풍선은 16,000개가 넘는다고 하는데요 그런데 이 풍선들 혹시 어디로 가는지 생각해 본 적 있으신가요? 據韩国媒体报道 一家環保组织经过跟踪调查发现 大多数气球会自行爆炸或漏气 最终掉在陆地上或大海里 由于气球材料不可降解 不仅会对环境造成长期影响 并且会给野生动物带来生命危险 这只海龟在水中艰难挣扎 人们把它救起后发现 它的全身都被一根气球绳紧紧地缠住了 而另一只海龟就没有这么幸运 从海谷来看 这只海龟已经死亡很长时间 环保人员从他的体内 发现了1.5米长的气球绳 韩梅称 每年新年活动期间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猫头鹰的翅膀被气球绳缠住 挂在树上 海狗的颈部被气球绳勒伤 伤口触目惊心 一只小鸟把气球碎片 勿当作食物吞下 险些因食道堵塞而死 另一只小鸟则被气球绳缠住 倒挂在篱笆上 难以脱身 最终死亡 韩梅称考虑到气球对环境和动物的破坏性 环保人士建议大家 以吹肥皂炮 放止风车 放风筝等活动 来迎接新年 还是在韩国 24号韩国普香制铁公司 位于韩国南部的一处钢铁厂发生了爆炸 造成5名员工受伤 今天上午韩国警方和技术专家 前往了事发现场 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当地时间24号下午一点多 位于韩国南部光阳市的 普香制铁光阳钢铁厂 在5分钟内 先后发生两起爆炸并引发火灾 巨大的爆炸声在附近引起震动 炸飞的铁片落到了50米开外的公路桥上 有行车记录仪拍下的爆炸瞬间画面显示 黑色的烟柱腾空而起 滚滚浓烟直冲天际 爆炸共造成5名员工受伤 都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 今天上午韩国警方和韩国国立科学调查研究院的专家 前往现场对事故原因进行联合鉴定 目前初步判定发生爆炸的不是炼钢作业设施 而是正处于试运行阶段的余热发电设备 接下来警方还打算根据伤者的情况 进行一些问询 同时以现场的管理人员为对象 了解他们是否违反了设备使用的安全守则 韩国普向制铁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制造企业之一 分别在韩国普向市和光阳市设有大型制钢厂 仅在今年一年光阳市的钢铁厂就发生了数起爆炸停电等安全事故 从今年的8月份开始印度人的国民食材 也就是洋葱的价格上涨在印度国内是掀起了轩然大波 今年印度的洋葱大幅度减产 库存锐减了35% 这就造成价格一路上涨 民众苦不堪言 甚至不得不放弃吃洋葱 来看报道 自8月起印度的洋葱价格节节攀升 从最初的每公斤25卢比 约合人民币2元5角 到11月份上涨到每公斤60至80卢比 12月份涨至每公斤100至150卢比 约合人民币10元至15元 去年洋葱供应充足的时候 印度部分地区的洋葱价格大约为每公斤1卢比 约合人民币1毛钱 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一个普通的菜市场 从今年8月份开始 印度洋葱的价格就一路在上涨 那么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呢 我就来到过这个菜市场 我们先去看看当时洋葱的价格是什么样的 我们看到 这是半公斤也就是一斤的洋葱 那么这位先生刚刚下班来买菜 他说他花了40卢比 就相当于人民币4块钱 那这在以前只需要花2块钱 那现在洋葱的价格是多少钱呢 我们来问一位摊主 洋葱的供不应求 价格一路飙涨 印度国内因此出现了偷盗洋葱等社会问题 9月份呢 印度政府宣布全面禁止洋葱出口 就又引发了南亚其他多个国家的洋葱危机 飞涨的洋葱价格不但加速引发通胀 甚至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 比如偷窃和斗殴等等 印度北方邦警方12月初接到一起报案 一位商人称自己从印度马哈拉斯特拉邦运往印度北方邦的一卡车洋葱失踪 货物价值约为200万卢比约合20万元人民币 警察不久就找到了涉事卡车 只不过找到的时候车内已是空空如也 司机以及车内的洋葱都不知去向 印度政府在9月29号紧急宣布停止所有的洋葱出口 并在11月19号宣布延长出口禁令至明年2月份 然而出口禁令不仅没能遏制印度国内洋葱价格一路飞涨 还将洋葱危机蔓延到了南亚更多国家 印度市洋葱出口大国 邻国孟加拉国尼泊尔等都是从印度进口洋葱 印度的洋葱出口禁令让这些国家的洋葱价格也应声飞涨 孟加拉国总理甚至公开呼吁民众放弃洋葱 我们知道哈利法塔作为世界最高建筑已经是飞升海内外 那么据路透社报道说近日阿联酋最大的地产投资商 伊马尔房地产集团决定出售哈利法塔顶层的 观景台预计这笔交易的金额将会达到10亿美元 路透社消息人士称伊马尔房地产集团已经委托英国渣打银行 担任此次交易的顾问销售进程已经在上个月正式启动 哈利法塔始建于2004年于2010年正式落成 起初的名字叫迪拜塔落成当年改名为哈利法塔 哈利法塔是目前全球最高的摩天大楼高828米 位于其124层的观景台At the Top 是迪拜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 据统计 仅2018年一年就有1600万游客到访这个观景台 观光游览 平均每天超过4万人 据分析师估计 阿联酋每年靠这个景点获得的收入超过1.65亿美元 哈利法塔属于全球第二大地产投资商伊马尔房地产集团所有 该集团29.2%的股份属于迪拜政府 除了房地产开发 伊马尔集团还兼营酒店 娱乐 商场等业务 分析人士称 出售哈利法塔顶层观景台 可能将为伊马尔房地产集团筹集超过10亿美元的资金 然而伊马尔房地产集团和渣打银行两家均拒绝对有关此事的报道表态 好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选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 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指出 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落户限制 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 精简积分项目 确保社会保险缴纳连线和居住连线分数占主要比例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对外通报人民法院跨区域立案改革情况 跨区域立案服务已经在全国中基层人民法院全面实现 从今天起 人民群众到全国任何一家中基层法院均可申请跨区域立案服务 构建起家门口起诉新模式 今天温州发布人才住房新政 温州市人才住房租售并举实施办法 根据办法要求 符合条件的优秀本科生买房打七折 租房三折 今天安徽多地出现大雾天气 多地能见度不足500米 受此影响 安徽全省多条高速公路临时管制 截至目前 安徽省境内高速已陆续恢复通行 部分高速公路仍实行三级管制 截至昨天 地出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墨河市 最低气温已连续七天低于零下40摄氏度 极寒天气吸引了大批南方游客 今天墨河气温略有回升 最低气温高于零下40摄氏度 近日 重庆动物园刚刚半岁的四只双胞胎大熊猫 双爽 重重 喜喜和庆庆 开始进入动物园专门为他们改造的熊猫幼儿园生活 熊猫幼儿园内设有游乐设施 供大熊猫宝宝玩耍和学习各项技能 大熊猫宝宝们可爱的模样吸引了大批游客 智利港口城市马尔帕莱索附近山区突发森林大火 导致至少120座房屋被毁 不少居民被迫逃离家园 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据当地媒体报道 该地区的水电供应都被暂时切断 当地时间24号 准备迎接圣诞假期的意大利威尼斯市民 不得不面对新一轮潮水的侵袭 据报道 当天涌入市区的新一波潮水 水位高度达到了139厘米 市民们不得不在街道间汤水而行 威尼斯市政府初步估算 11月至今 洪水已给当地造成约10亿欧元 约合人民币77.6亿元的损失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电子商务公司亚马逊平台上 不少卖家被发现购买虚假评论 以欺骗消费者 他们从水军公司购买虚假评论 每条评论售价高达15欧元 约合人民币116元 如果打包购买虚假评论服务 还可以享受折扣价 当地时间24号 印度一辆装载着一架废弃飞机的卡车 被卡在了一个大桥下面 进退两满 所幸在拆卸掉卡车的轮胎后 这辆卡车终于被救援人员 用拖车从桥下拖出 当地公路部门的负责人表示 造成这一尴尬局面的原因 一是没有事先测量飞机的高度 二是司机发生了误判 近日一名24岁的苏丹籍男子 在沙特利亚德动物园游玩时 突然跌入孟加拉虎的栖息区内 惨遭老虎撕咬 急忙赶来的工作人员 不得不朝这头老虎开出麻醉枪 才把男子救出送医 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近日澳大利亚圣诞岛上的红蟹们 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大迁徙 画面中数千万只红蟹横穿马路 数量惊人 当地环保部门为了确保红蟹迁徙 在道路上设置路障 禁止行人和车辆通过 据报道每年10月底到1月初的雨季期 红蟹们便会离开丛林中的巢穴 迁徙到海边进行交配和产卵 今年以来日本高速列车 与野生路相撞的事故急速增加 仅秋季的三个月内 京基地区的事故数量就已升至570起 比去年统期增加了30% 原因是受台风影响 今年的巷子等果实产量大幅减少 路群不得已选择闯进铁路线 偷偷铁式铁轨上的铁锈来补充铁粪 好的 欢迎您继续关注 经济新联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 如果想了解更多资讯 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稍后将会为您播出央视财经评论 欢迎您锁定财经频道 更多精彩继续